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来到Agoa雷路漫连寅寓言占辅时间 那!在今天的影片前,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订阅,按赞以及留言 你们的留言按赞和订阅都是我们制作影片 制作占谱以及开活动的最大的一个支持与动力 我们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感谢大家的留言互动 那老师这边都有看到大家的留言 那里面有很多步伐就是很多说老师这个部分很准啊 很像在做个人占谱啊 或者是说很有就是独特的风味的部分 那老师很感谢你们哦 就是有你们的支持和留言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动力 给你们祝咪 好 那在我们今天的张国影片前 我们要帮绝醒研究所做下一波的活动推广 在5月23、5月24 在台北市松山区的光复南路 在绝醒研究所的办公室 我们有举办绝醒前新修班 究竟新修班是什么样的课程哦 它就是将是我们生命探索课程 然后像两日的集训班 教会你解决人生课题 教会你认识你的情绪 教会你认识怎么断舌离 教会你如何爱回自己的模样 那在两天会做12小时的集训 然后会把三期的课程一次上完哦 那有兴趣的朋友或是观众伙伴们 一定要赶快跟我们的小编联系 或者是留言给老师 让老师知道说你对于这一次的活动 有参加报名的兴趣 或者是想询问相关内容也欢迎 那再来就是 其实名额上面也有所限制 为了保持我们的课程品质 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赶快永远来报名 或永远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好,那今天影片即将开始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是不是最近对于就是疫情啊 然后会有很多那种生活形态的改变 比如说可能变成居家工作啊 可能变成说你要去 你要去改变你的工作形态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换工作或是换跑道 或者是说可能因为 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形态 和最近的一些经济变化的关系 可能有需要回到自己的原本的那个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从台北啊 然后回高雄或回台中 然后转换一个生活环境 或转换一个 转换一个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这样的状况哦 其实就是面临那种打破惯性的一个环节 那在打破惯性的环节之中 我们就很多人来问说 那我回去之后会如何啊 我转换工作之后会如何 我转换跑道之后如何 或者是我转掉部门之后的我 会顺利吗 很多人都来做个人参考的时候问这一题哦 那今天就为大家做一集 就是跟这样的主题有关系的参考 我们这个主题是 上个月后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卡牌的推演 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哪些呢 就是你目前的状态 上个月后你会什么样子 或者说你不管你有什么转换 比如说心态的转换 工作的转换 自常转换 位置转换 或者是说你可能最近 可能在情感上面有转换的过程 那上个月后的你会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一题哦 那今天的选物很特别的是我 收集的那个植物哦 那这边有三个多肉植物 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 二号主牌的朋友 以及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 然后这边就是中间这个 我知道它叫十二字卷 这两个不太知道它的名字 就是多肉一号二号三号 好吗 那这边的话 老师待会也会把 就是选物的部分 独立拍成一个片段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那片段 希望你的直觉感受到 你可能想选的是哪一组 那如果这边的号码看得不清楚的话 就可以从那个选物去来做选物哦 那准备好的朋友的话 我们就准备来开始今天的占卜咯 我们待会影片见 好了 我现在已经抽出了三组排组咯 那这是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 然后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 以及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哦 那除了中间叫做十二字卷以外 其他两个老师都不认识哦 但是他们就是多肉植物的代表 然后有三组可以选择 那这边让你们用直觉 选择一个你新属的植物 或选择你心里面觉得很喜欢的号码吧 选择好之后 影片下方会有时间轴 以及在第一次的留言上面有时间轴 然后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选择好之后 我们准备进入我们的选牌 我们讲解牌里面见 待会见咯 你好 那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觉得是多肉植物一号 多肉植物一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 三个月后的你会变什么样子呢 那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牌怎么说啊 那我们看到第一组 第一个部分呢 我看到就是说 其实一号主牌的朋友啊 你们可能很多的那种 那种可能你们以前啊 有很多的习惯啊 惯性思维啊 或者是你要打破很多 原本可能觉得懒得去动啊 我觉得说 哎呦可以先放着啦 哎呦可以先摆着 不要去想太多的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些已经积累很久了 可能就觉得说 可能这工作可能不是我要的 可是你要说 真的很差的话也不会到很差 这个薪资不会到很好 也不会到很不好 但是我可能在这个工作环境中 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就觉得 哎 让我感到有点疲倦 疲惫 或者是匮乏 你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耶 可是 好像世俗价值观都跟你讲说 哎 就是你的生活不错啊 你现在做这个工作不错啊 你现在这个人不错啊 你现在去 你现在在那个 进行这个计划还不错啊 那可能有人在这样跟你讲的一个途中 你就一直觉得说 好啦不然我再忍一下好了 好啦不然我再想一下好了 好啦 不然我 我之后再想看要不要放好了 嗯 就是 虽然觉得不舒服 可是好像没有到就是 没有到必须面临改变 或者是说 马上就要去做一个抉择 或是一个果断的那个决定喔 所以 你就一直把这个事情啊 心中可能觉得不舒服 或者是说 一场逃避的事 你就一直把它放着 放着 放着 可是这个放着的事情 已经 已经有点扎根已久了 比如说 可能这个工作 你觉得说 嗯不太舒服 可是好像就还可以忍耐 硬了 就忍了三四年 不过这个人 这个人可能让你觉得说 不高兴 可是 就是 或是说没有那么适合 但是可能觉得说 好像也不会太差 就是 就是我要调多的缺点 也没办法挑什么缺点 可是我就是觉得可能 没有这么适合 没有这么舒服的事情 那些事情 其实已经堆积很久了 累积很久了喔 然后呢 你将在这三个月的途中 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关卡 什么叫做关卡 可能会出现几个 那种你不得不面对的 就这件事情可能 越来越严重 可能这种 可能如果是工作上的不舒服 它就越来越扩大 然后越来越大 然后觉得说 天哪我真的觉得超烦的 每天上班我都觉得很烦 或者说情人关系 觉得说 这个我另一半我算挑不出来的缺点 可是我每天看它 我就觉得说 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 你知道吗 就觉得想挑好麻烦 想要一直一直一直去 就觉得一直要去 好像要处理什么事情 可是就觉得 就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说 自己可能有点神经质啊 有点像你挑骨头啊 甚至会怀疑说 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 其实不是喔 就是你在这三个月的过程 接下来你会遇到的就是 你逃避已久 你放在心里 一直不想处理 想说我可以先放着晚点再说 以后再说 真的很困难再说的事情 它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大 累积越来越久越来越大 变成一个很大的难关 你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就卡在这一题 就是这一题没有过 就让我觉得很烦躁 或是就让我觉得很纠结 就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怎么 我怎么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没有想说 它会有这么大 这么的有影响力喔 所以你可能会面对 你一直心中逃避解决的问题啊 然后已经根深蒂固很久了 你逃很久了喔 可能至少有三四年以上 你就把它摆着喔 先不处理 先放着 想想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可是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你会面临一个不得不处理的状态喔 然后我这边再看到啊 在这三个月的途中 还会经历到一些状况就是 当你确定 你会 其实这边我讲的是说 你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 不得不处理的 你会确定说 好 那我该怎么办 你就开始找方向了 这边来看了 讲的是说 你在开始找方向的途中啊 你就会开始 你就会开始得到了很多的一个 嗯 我这边看到的是说 嗯 我这边觉得就是说啊 你在决定面对之后啊 你会有很 很多的 很多的灵感 源源不觉得 然后进入你的那个 进入你的直觉里面 就说好了 不然我可以选择A 我可以选择B 我可以选择C 然后或者是说 你也很值得去 你也很适合去问人家 这边来讲的是说 其实你心里面都知道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你到底应该怎么决定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或者这件事情就是迟迟不处理 比如说很简单嘛 那情人都不就沟通嘛 要不就是可以考虑 要不要做一个阶段性的 的划分 那工作上可能就是 你要去了解 我是不是应该换部门 我是不是应该换工作 我是不是应该 要转换我的一个 一个心态 或是状况 其实你心里头 很清楚明白这些讯息 而且你也很适合去问人家 去问人家说 嗯 你觉得你觉得这真的适合我吗 哎 我是不是 其实前面讲的是说 问人家的过程中 你问别人 你觉得他想说 你觉得我是不是设这个工作 你觉得这个人 到底适不适合我 你到底 他到底就是 在我的生活中 然后我厘清的过程 他觉得 好像不是这么的符合我的 价值观 包括我的条件 或者是说 我真的觉得忍耐很久了 可是我说不上了哪里 其实他跟我讲说 只要你确定 愿意去改变了 宇宙就会派来一个人 或带一个讯息 或者是给你一个建议 然后让你知道说 让你知道说你可以去怎么做 怎么去改变 你看这边还看到前行的力量 所以这边跟我讲说 只要你明白什么是你要的 明白什么是 什么是你真的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有很多的人 来跟你讲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这边 在你的生活中 在商业的生活中 你会遇到很多人给你这些建议 很多人给你这些讯息 而且这些讯息就是 他就是你看 这边这个船就是说 就为了推了你往前走的 为了跟你讲说 其实你早就知道 下一步要往前进了 是你一直拖在原地不动 你早就知道说 其实这件事情 让我纠结很久了 你看喔 你心中 你心中只要有一个方向 就会有人来跟你讲说 你该怎么做 然后你就会因此觉得 我可以好好的前进了 然后好好的前进的时候 他是为了推了你到 你人生的下一阶段 你现在上一个过程 你会遇到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 你人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而在这个讯息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实际点对了 可能会遇到 我这边学生圈 一号组牌的朋友 你可能有一些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梦想或者是说 有些人可能讲说 你可能有一些理性服务 然后你讲出 很想去执行 然后 可是迟迟不敢前进了 在这上个月中 你会收到一些讯息 有人跟你讲说 你很棒你可以做 那你可能会面临的旧的生活 一定要打破它的过程 你就会去想要自得改变 然后这边来看 最后啊 最后这三个月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你 他说 你会收到一份很不错的邀请 我这边看到 选医药主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个 还不错的合作邀约 你会看到一个还不错的 可能是一个女性 或者是说一个很不错的团队 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这就是你的下一步 而你的下一步 这个讯息是想要什么 可能就是说 你可能会 有人可能 刚好在这个时候 在找工作 刚好找到你 或你看到了某一个讯息 刚好是 你可以去常做的一个亲职业 或者是你会看到 就是可能有一个课程 很适合你去参考一下 或者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课程 然后这次课程 你也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 然后让你觉得说 原来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这才是我要的工作 这才是我要的人 这才是我要的下一个阶段的人生的生活 然后最后这边讲的是说 可是啊 谁要主牌的朋友 你有些固有价值观认为 这个新生活还是跟一般人世俗眼中 或者是说我在父母 父母家庭朋友的眼中 可能不是这么的 这不能讲正当 不能讲正当 只是说你可能觉得说 这可能不是一般人所期待的下个阶段 这不是一般人所期待的下个阶段 这不是一般人世俗眼方能接受的下个阶段 所以你会因此有点纠结 那接下来三个月的你就是会像这样子 你会要把旧的惯性拿掉 然后开始寻找下一个生活你要的方向 只要你开始找就会得到你要的方向 最后你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团队 很不错的课程 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来递出邀请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内心还是有点纠结 因为这可能不是一般价值观会给你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怎么祝福你 这边看到一个圣杯酒 不好意思 然后跟他圣杯酒 先审住我是说三个月后的你会变成一个很有爱的人 就是你在做下一个阶段的事情 或下一个阶段的事业或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你会对这个新方向充满了满满的情感 还有就是满满的那个感受 你会觉得说这就是我要的目标了 就是我要的方向了 我觉得我就是终于找到我要的方向和目标 而且你会很明确觉得这就是我要的 你可以很坚定的守顾你要的这个方向 很不错喔 上约获了你 你会找到方向并且很明确 而且也在这个里面得到很多的爱 那一项解牌送给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 那如果让你感受有呼应 或是有跟你对应到你生活的部分的话 也欢迎留言 让老师知道说这个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然后以及你跟你心中的呼应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也欢迎跟我预约个人占卜的部分 那这些就谢谢一号主牌的朋友的观看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掰 别喝 那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 你们选择二号的多少字 我是唯一认得的 这个叫十二支卷 假的十二支卷 那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 三个月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剧情及卡牌推演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啊 他这边说 其实你会先面临一段就是很孤单的感觉 他这边讲的是说 这边讲的是说 你会面临的一个一个 一个诺大的 诺大的 诺大的计划 或是一个诺大的那个方向 然后这个方向就好像 你会觉得好像 只有我一个人在前进呢 就是好像 我觉得这边 你其实会有点点落单感 什么叫落单感喔 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 你会觉得说 好像我其实 我其实觉得 很多人陪在我身边 可是真正能给我支持 跟给我助力的人 好像不是这么多耶 好像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人 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喔 然后这边呢 这边就说你不用担心喔 接下来都会出现很多 就是 他说啊 宇宙会派来很多的人 让你身边 要试着协助你 试着给你讯息 试着给你方向 或是给你更多的协助和支柱 和那个 嗯 这边我觉得 就是说 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啊 你可能就是 其实你已经正在面临一个 改变了 什么叫面临改变 就是 你已经选好目标 然后跨出去了 正在做了 可是 这做的过程中 好像没有被很多人支持 或者是说 还没有得到很多的赞许 或者得到掌声喔 所以你就还在 觉得说自己 可能一个人做得有点辛苦 这样 但是他说啊 其实你踏出方向的过程中 你不用担心 喔 很多 很多人事物宇宙都会在你 选择方向之后 然后一直给你 一直给你支持 一直给你 promote 我这边还看到 就是说 可能 二号主牌朋友 选到方向之后 这边啊 还会出现 就是 会有钱 就是有可能 就是二号主牌朋友啊 就是 你可能会 莫名的赚钱 或者是有人投资你 或者是说 你的 你的新方向之后 就觉得 你本来觉得可能 会有点担忧说 我会不会因此就是 就是 入不敷出 或者转换的过程 怎么去度过 可是他说不用担心喔 会一直 就是会有人来 出现 然后来解决你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 可能你 你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就有人说 不然我赞助你 有时候你可能最近需要车 有人来开车 你最近需要 需要人 然后就有人来帮你 最近需要钱 然后可能就会 有一个意外制裁 可能就来到你的身边这样子喔 然后而且他跟我讲说啊 这个就是 接下来你大会 大会一个月的时间 都在激励这一个 转换期 这边还讲的是说 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啊 你可能有一些 呃 自己正在调试能量转换的过程 就是 你可能在这段转换的过程中 你还要再花一段时间喔 可能他可能 你本来预期可能 哦 两到三周可以适应好 或者是说 可能一个月就可以适应完成的事情 这边讲二号主牌的朋友 你可能 你可不可以花一个月的时间 去调试你这个新生活 新态度 新节奏 以及新方向喔 你又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去做一个方向的调整喔 看看再次考虑看看的事情啊 你可能会做一些切割 可能是 呃 我这边可能看到就是 呃 可能跟一些 像前任的关系啊 或者是说 呃 不太 在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 模糊地带的关系 可能这个人就是 说好不好 说坏不好 可是可能又跟他 跟他就是没有到很熟耶 很好耶 你就会开始做这些 做些切割 而且这些切割 你是很明确的喔 很明确就是你要 这些 这些跟这些人就是 为了就是你知道说 未来的道路上 我可能不会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未来的道路上 你知道我生活的身份就是什么 你会 因为这边的切割 不一定是完全的舍弃 我这边看到是 有一些就是觉得说 我好像要把他 就是稍微的那个收回来 然后或者是说 我要重新建议哪一些人 在我的生命中 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会有个很明确的方向跟指标 就是有一些分道扬镳的能量 然后这边还讲说 而且啊 在你跟这些不对的人事物 分道扬镳之后 你会觉得很确定 就说 哦 我觉得我认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轻松了很多 我认真的觉得说 我来的更丰盛 我认真的觉得说 我的生活 还有周边遇到的人 我可能 以前可能会有很多的去 要去搜索 去招呼啊 或者说我总要去聘和他们 我总要看到他们 多做一些沟通 或者是说我总是不喜欢 可是 我还是会逼自己去做一些 一些的那个 一些的那个 接触 但是这边就是在切割完 然后分道扬镳之后 你就觉得说这些接触 没了之后 让我觉得非常的放心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我开心多了 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说啊 在这三个月的最后 他说 他说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世界 就是你自己世界的一个堡垒 就是你原本可能觉得说 我的世界应该有什么样的人 我世界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 我的世界应该要 在我的生活 应该要面对 要面对的人事物 应该要如何去建构 如何去挑选 如何去选择 如何去安排 你开始越来越有计划 然后越来越有一个 规划 而且也开始就是说 那个全部的那个 事情啊 都会一一的 依照你的想法 堆积起来 然后即将 带领你开往到下一个阶段去 这个下一个阶段就是说 你可能 你可能这上个月 我不是讲最开始 你可能正在 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 可能在上个月后 你啊 就会越来越 越确立 这是我要的 而且你会看到很明朗的阶段 就是说 你可能会在上个月后 再跳跃一个更好的阶段 就是说 这个故事结束了 好 我准备要进入下一关了 就是会有个下一关的能量 然后下一关之后 他看的是说 他在跟我讲说 在经历过这些过程的挑选 跟筛选过后的你啊 来得更明确 更有力量了 而且也觉得说 我好像得到了很多的 很多的祝福 而且这个建构 越来越完全的时候 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房子 他在这边讲的是说 你的新生活 在经历过这样的抉择 跟这样子的整理啊 以及 以及这些等待和磨练的过程啊 其实都一步一步的 把你推向一个更高的地方 其实你选择的时候 只要对的方向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把你往上推 往上推 往上推 更好的人 更好的事 更好的物 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环境 就是你的选择 一直在把你往上推 把你往上的铺层 把你往上的推高 让你去朝更大的目标 更远的方向 更有前进的动力的事情 或者是说 更有收获的事情去前进哦 这边就是三个月后的你 会发生的状况 那这边来看天使的祝福 三个月后你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哦 哦 这边很棒哦 是一张皇后牌 所以三个月后的你啊 其实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爱 然后自己 而且这个爱啊 是这个爱就是 你可以对你的生活 对你身边的人 给他很多包容 很多理想 给他很多建构 新世界的方向 跟 你会分享给很多人的爱 就是你的成功 你会想跟 你上个月后会成为一个 可以跟很多人 分享你的成功路途的人 你有很多 前进到现在的一个感想啊 跟那感受的一个人 你会到处跟人家 分享你的喜悦 所以上个月后 你会成为一个 很有能力 而且就是 这边看到的是 那个皇后牌嘛 就是成为一个很有能力 很有爱 很可以分给别人的一个 一个王者之姿哦 可是这边的皇后之姿 不是那种 很强硬 或者是说 就是那种 就是很 狗不狗言笑 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人 你会成为一个 很温暖的模样 成为你真正的模样 成为你很多爱的模样 成为别人眼中 都很敬畏你 可是又感受到 你的温柔的一个模样哦 这个是 天使祝福你 会成为的样子 上月后 你即将成为 这个很有爱的女王哦 好 那以上的解牌 送给选择 二号主牌的朋友 那如果 如果说有解牌 让你心中疑惑 或者是说有让你感受到 有呼应的地方 也欢迎留言 让老师知道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 也欢迎跟我预约 个人占卜 那记得帮我们的频道 按赞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谢谢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 收看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也好 那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 你们选择的是 多肉植物三号 多肉植物三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 那你接下来 三个月的走向 跟你会成为 什么样的模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三号主牌的朋友 跟一号主牌有点像哦 你们有很多一些 旧有的 那个 思想啊 跟惰性啊 就是会觉得说 就想要继续过 这边的熊熊讲的是说 有一些以往的生活 以往的选择态度 或者是以往的一些惯性思考 或是以往 你可能对于事情认为 可能这样子做就差不多了 这样子取得差不多了 或者是说 可能你就已经很多的一些习惯 都已经见过在你的心里头哦 然后觉得就是说 好像我也不知道说 到底如何改变 或是我要的目标 到底我是不是 旧的思维都是错的呢 可是其实他这边讲了哦 学生的朋友 他说 这些就我的惯性和思考的过程中 都是你在依赖的一个 你可以改变的机会 可是这一个改变的机会 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天啊 我需要改变这么多吗 或者说我需要去做更大的转换吗 或者是说 这目前好像也还可以耶 那就 那就继续照目前的情况 去继续前行好了 然后他说 可是这样的事情啊 会导致 会导致 你 即便你在一个很 这边的 这边显示这个公园哦 公园指的是一个 很多的聚会里面 可是里面 即便说 你已经在这个聚会里头了 你已经在这个公园里头了 你已经在一个 一个环境里面了 可是 这个环境里面就是 你无法真正的得到 你真正的回应哦 这边可能回应比较多的是 你指的是说 可能你内心还是很多的惯性 没办法真正的去放下 然后就是有一种 你已经 你知道说 你要飞往下一个阶段 可是你先飞过去的时候 你的内心却还是想要 赖着过往的思考逻辑 过往的生活 或是过往的思绪 过往的人 或者是说 你没有 就是你的 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 意识上还是一个 回在过去的状态 然后身体状态是 你已经跳跃或跨越到下个阶段了 然后这边在讲说 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会 你会 收到了很多的 很多的人扶持你 什么叫很多人扶持你 这边很多人就是 一直一直看着你 一直盯着你 一直教导你 一直 这边看到很多灌溉 很多滋养 很多培育 很多 很多的要求 然后很多的盯主 很多的嘱咐 他其实这边我看到就是 因为这一次我特别看到了花瓶 然后这边还看到了浇水的过程 其实他这边讲的是说 选上手牌的朋友 你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会遇到 遇到很多人 可能你会认为说 有点像是在找你麻烦 严格要求你 或者是督促你去改编 或者是说 他们好像就是 不停的想把东西丢到你身上 加租在你身上 但是其实我这边看起来 选上手牌的朋友 这些人在你生活出现 然后给了你新的压力的过程 都是为了要让你有更多的滋养 为了给你更多的思虚 为了给你更多的养分 让你去轴壮起来 让你去成就起来 让你去变成一颗漂亮的幸运草 这边这幸运草指的是说 其实你是一个天生就很幸运的人 拥有很多好的机会契机 很多lucky 然后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小幸运 在你的生活中 但是其实你的这些小幸运 是需要被灌溉 就是说 怎么讲呢 这边讲的是说 你需要别人跟你讲说 你有这个你有那个 然后或者说你有很多的内心的事情 是有别人说 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前进 我觉得你可以往什么方向去做 你是一个需要灌溉的 让你的 让你心中的那个 那个幸运更加茁壮的 或者是说 让你相信自己是如此幸运的 让你相信你是有能力的 这件事情 那下一个月 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比较多一些 那你看下一个月 好 第二阶段的话 他说 选择三合主牌的朋友 你可能会认为说 你可能自己 认为 这一些 给我支持的力量的人 跟给我一些方向的人 然后他们 你就知道说 你都知道说 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就我 这些都是为了要完整我 这些就是为了要 让我更好更棒 或者是说 这些都是要我来更有 更有前进的动力 但是内心还是不免纠结 觉得就是说 就是可能压力很大 接下来的第二个月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内心一直纠结 就是要也不要 是不是要取舍 我该如何取舍 我只能 我只能一昧接受 还是我应该 要学会一昧拒绝呢 其实这边 选择三合主牌的朋友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这些事情 只有对跟错的这个想法 没有一定好 没有一定坏 你可以在好的部分中 去选择一个取舍 就是说这个谁我喜欢 那这个我喜欢的过程中 它是我喜欢哪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哪一个部分 那我可不可以在 不喜欢的部分中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部分 然后去把它调整成说 我用我喜欢的方式去做呢 或者在喜欢的事情上面 我要如何在喜欢的事情上面 做更多的一个 更多一个增加更多的学习 或是问他们 就是说我应该如何在我喜欢的这件事情上面 投资更多的时间 我如何投资 如何灌溉它 如何养成它 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纠结 或是去询问更多的学习的过程之中 最后啊 第二个部分 我这边看到的就是说 你接下来的 接下来三个月的第二个月 会迎来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聚会 一个饗宴 就是你会 我觉得这边就是你熬过去 你好好熬过自己内心纠结 去划分这些整理 还有划分这些内心的纠结的过程 你最后会得到很多的支持 这边看来是一个饗宴 一个聚会 大家会 大家会觉得说 总算就是等到了你 等到了你 就是把自己划分进去 终于等到一个 你可以懂得自己要什么 终于等到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说该怎么去 怎么去 选择你要的事情的 而且这边我还看到 最后最后你新的方向 会得到 就是你的新的规划和方向和整理 会得到家人的支持 就是家人也会觉得就是说 你可能在这里面 得到了很多 我原本没有看过的你 我原本以前没有想过的状态 或者是说 原本我没有想过 你可以有这样的成长和独立 其实在更多的 你在内心纠结的过程之中 其实你画下了很多原则的 的一个制度的规划 然后这些都让很多人看到你的成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 最后 在最后的这个月的部分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还不错的讯息 然后还不错的讯息可能来到你身边 就跟你讲说 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你要 你要开始选择 开始选择的过程 就是说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抉择的方向 你要去选择 你要走哪一个方向 然后你既然 选择你要走这个方向之后 你可能就要更加的下定决心 要你去把这些 你既然都已经在这边规划好的方向 都已经制定好自己的条规了 然后这些会就有人跟你 会跟你讲说 好 那也制定好条规了 那也制定好你要的方向 那你应该如何前进 那你如果要往这边前进的话 你就要把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旧的思考 或者是另外一个不对的你 你就要好好去跟他讲说 好 那我就要去面临更大的一个突破跟改变 我这边看到的可能会有一些 离家啊 一些搬迁啊 一些 跟 跟原本的生活的调度方式 跟原本的生活习惯和惯性 你要去打破这个惯性 你要打破这些思考 你要打破这些 原本的你都很依赖 很眷恋的这一些过往 你要去慢慢的放掉它 那这些抉择的过程 你会开始 你会更有力气的去收割 更有力气的去诡纳 更有力气的去拿回你 原本就是说 好 这是我新方向的 那我要把这些 我觉得我不对的 我都要去放掉 我都要去割舍 我都要去跟他们做一个道别的能量 这样才能真正的成就你 就是 这是一个过程 你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会 把自己要的方向不要的方向 去做一个肯定 跟做一个确认 这我不要 这个我要 那你要去收割好 这三个月 你才能真正的成为你的模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那个天使的祝福 三个月后的你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 这边是一个权杖六 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行动力的骑士 他拿着棍子 他接下来的行动都很有掌握力 而且他也知道说 他也知道说 我已经拿到了属于我的花圈 这个花圈 这个花圈属于我 而且我也知道说 我要如何让别人也成为我的模样 因为很看到他其实带着一个自己的花圈 他也像花圈想要去交给其他人 或者是分享给其他人 或是跟别人分享说 我是如何拿到这个花圈 我如何进展 我如何成就自己的 在三个月后的你 会变成一个很有行动力 很有规划力 每一个细节都知道说 自己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执行 而且这一些 你还会带领着其他 你会带领着其他人去 你会带领着其他人去前进到 前进到你该有的模样 或者是说跟别人分享说 你是如何进行到今天这一步的 所以三个月后的 全上的朋友 三个月后的你 会很有想法 而且会带领一群 我看会有引领别人的能量 有教导别人的能量 以及教会别人如何成为 如何走到今天的一个能量 好吗 那以上几牌送给三号主牌的朋友 那如果上面有讲到 让你有呼应 有感受的部分 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那想了解更多也欢迎跟老师预约个人占卜 那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赞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以上减牌的话 祝福三号主牌的朋友 成为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